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局按照省事安排意见 与2010年率先实施车水货扑脑域民 退扑转厂上压工作 供车家预传203手 转厂域民203腹 427人 有效保护了车水货 域内资源及生态环境 贵州是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地区 贵州禁止乱砍乱发 退耕环林进步于 这些都是在为下游地区 经济发展做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